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涌场 所有艰苦的逞强 身上泪河伤 明居无穷能量 看我发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青春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新天地 美丽高兴起 未来的路灯 我展翅高兵 安静 我是在我八岁的时候 跟着我妈改嫁住在他们家的 那时候她应该十岁 我跟我妈的确是 吃了不少广途 那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既然你姐姐都被包场过来找你 还叫你回去帮你妈亲生 那不感觉 她跟你妈的感情 还是不错的吧 在我一开始 他们的确关系比较好 那你是几岁离开那个家的 我国务的时候 有一次她生病 我妈煮西饭给她吃 然后她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把她打翻 烫到我妈的手 我当然就很生气 跟她大吵一架 结果 结果 我妈竟然打了我一巴掌 结果在那个时候 发现那里不是我的家 所以我才搬去跟我爸煮 该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很讨厌吃西饭吧 难怪每次我姐说 宵夜要吃青粥小菜 你就一脸怪怪的 我只要一看到西饭 就会想到这件事 你搬回去跟你爸住之后 你跟你妈之间还好吗 她 她是有来找过我 但我都躲起来跟见面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该跟她说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从国二到现在 都还没有跟你妈见过面 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 刘欣欣爸爸的丧礼上 我没有想到我爸的公鸡 你居然会来 你都不理你妈这么久了 还会在意我爸的丧礼 还是说 你只是找借口 回来确认一下 你妈有没有被我虐待 放心 你走了之后我跟妈感情很好 以后妈妈由我来照顾 反正你也不是很在意她 那就麻烦你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 好吗 我懂你的意思 就像过去十年一样 别再见面就好 你起来 小语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个八百年不见的人 你不想理你的人 突然找到这边来了 而且愿意花五万块 她一定有什么话想跟你讲 对 就算家境再富裕 也不至于平常就这样挥霍吧 我不知道 现在 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该不会是你妈妈 她出了什么事情吧 不可能 要是她妈妈 自己来就好了 说不定她想来 但是身体状况不允许 或是她心里对小语 还有愧疚的感觉 所以不好意思来 我不会是怎么觉得 小语 人都是会改变的 就是你看你姐姐 都已经主动拿出善意了 找你回去 你应该回去看看她 就像我平常 你跟我姐超爱吵架 而且我还说出更很多的话 你自己也常听到 好 好了 我知道你们讲那么多 都是为我着想 但是我跟我妈这件事 真的不是 马上就可以讲清楚 那就更应该趁这个机会 把她说清楚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我去找她 你没有听刘欣是说的吗 是我妈告诉她 她在我在这里的 她要找我可以来找我 是吗 先你把外面的倒是来撤掉 走 走 走 花儿子呢 是最古典的国标舞 要把花儿子跳好 要跟你的舞官搭配 脚步踩好 节奏抓准 就可以跳好 好 那我来练一次 来 来 预备 三 二 一 走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一 嗨 谢谢 嗨 嗨 林师傅不用换鞋子 直接进来吧 好 谢谢 好 你们继续 好 好 来 继续 五 六 七 Go 三 二 二 三 老婆 妳要不要这样 没事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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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事我们再一次 好 来 五 六 七 Go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老公 我对不起 真的太难了 好 不要生气了 不好意思 不然让我来示范一下吧 Joey 好吧 姐 妳要跳 好 你 好 不用了 你 我 好 好 好 你們兩個跳得真好 超有默契的 當黎先生是會跳舞的人 你到底在偷領我 我本來就學過 只是我沒有想到 Angel跳得真好 這句話應該是我跟你說吧 來 要不然乾脆你們兩個 明天跳開場好了 阿姑娘還有肢體障礙 就不要害孰靜 換人 不行 那個合約上面不是說 我姐不能傳匪文嗎 如果你們兩個同事出現的話 記者會怎麼寫 也是 對 記者可能會胡亂猜測 姐 不用擔心 我就多練習 應該可以 我相信你 謝謝 繼續 來 我不要擔心 手機那邊就 那個 重心 來 5 6 7 1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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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醫師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去記者會 再給我三十秒 不急 距離記者會開始還有四十分鐘 車程從這邊到會場只要二十三分鐘 所以其實你真的可以不用著急 慢慢來 怎麼樣 我們抱吧 不需要 時間剛剛好 那走吧 走 等一下 怎麼了 我先聲明 其實我沒有特別崇尚醫美 上次是被你迷惑 才打了肉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推薦我做什麼醫美的話 我們以後再說好嗎 放心 這一次幫你做免費的 好 麻煩你轉過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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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美科奧的黃總監以及姚經理 欢迎 再来欢迎 林氏企业的林氏夫妇 林国梁 李淑敬 贤康丽 热烈掌声 最后让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今天的灵魂人物 医美界的神之手曹凯斯医师 还有林氏企业的林氏琪子妇 欢迎各位亲爱的记者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Dr.X的签约记者会的现场 相信大家都知道 林氏企业是台湾十大优良企业之一 横跨了许多的产业 但是今天 林氏企业正式跨足到了医美 也将与在医美界 有着神之手之称的曹凯斯 曹一生能牺手合作 那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林氏企业的贤康丽 林国梁先生 以及李淑敬女士 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 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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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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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谢谢 好的 恭喜我们的签约成功了 那现在开放我们进行发问时间 我们发送更清楚 陶医师想请问你 从来不跟任何人合作 这一次怎么会选择 跟林氏企业合作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简单 是因为林氏企 她打动了我 陶医师 你现在是在对林氏妇表白吗 其实我跟她的关系 早就超过表白的阶段了 是 Rocky 曹医师想请问你 你从来不跟任何人合作 这一次怎么会选择 跟林氏企业合作 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其實這個理由非常簡單 是因為林詩期 他要打動了嗎 曹醫師 你現在是在對林詩婦表白嗎 其實我跟他關係 早就超過表白的階段了 對吧 曹醫師怎麼都沒有按照 講稿上內容回答 好 我覺得還好 看現在記者很有熱度 林詩婦這邊想要請問 你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 你的廢文男友丁傑克 怎麼沒有來到現場呢 其實丁傑克先生 並不是我的男朋友 只是因為拍攝角度上面的問題 所以造成了大家誤會 真是不好意思 關於這一點 我可以幫Angelo澄清一下 他跟Jack丁先生 只是普通朋友 一點男女情愛的關係都沒有 大家別誤會了 所以曹醫師 才是林詩婦的正牌男友 我覺得問題有點太 太可愛了 有點膚淺 以我們兩個關係來講的話 用男女朋友來形容 好像不夠 我想曹醫師 真的是非常幽默 我相信我們兩個 未來的合作 一定會非常的愉快 那這邊方便 請兩位讓我們拍一張合照 當然 可以 來 看這邊 葉老婆 那個曹凱絲 幹嘛講一聲有的沒的 他不是一直都很喜歡姐姐嗎 重點是偏離主題 宣誓主權吧 其實這也太誇張了吧 這等於是當眾宣誓主權 當眾向林知夫告白 這麼快 合作一杯 好的 再次恭喜恭喜 我相信我們的林氏界 跟我們的超凱絲的合作 一定會為我們台灣 醫美健的很新奇的一個風暴這樣子 帶來另外一種風貌 那現在我們這次介紹一下 Dr.超在第一階段 會推銷的一些產品 有化妝水 精華液 日霜 夜霜 還有面膜 當然也有時下女性 最關注的保養的問題 就去斑 美白 然後還有一些 抗老化的一些聊天 曹醫師 我提前在十二點半之前 送你回來了 一點都沒有耽誤到你的時間 好 我要走了 好 去還我 那退 才剛簽完約態度 就變得這麼不客氣 這表現會不會太信實了 剛才在記者會 你才有問題吧 好好一個商業記者會 被你搞得像一個告白大會 只差沒下跪了 一點都不專業 那麼你覺得記者 喜歡什麼樣的報導呢 是我們的合約內容 還是 我的感情世界 既然要開記者會 就要讓記者大作文章 緋聞 才是記者跟讀者 感興趣的內容 這叫新聞的敏銳度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些 都不是真心的 只是炒新聞 百分之百真心 也是百分之百炒作 兩者並不衝突 而且有加分的效果 可是我剛剛感覺 是自己好像不太靈情 一般來說這種情形 魚已經被放在砧板上了 又不得他了 是不是 曹凱思 你有談過戀愛嗎 我 看你這個樣子 肯定是沒有對吧 就我這個 你曾經的約會對象來看 我猜你的戀愛失敗率 肯定也很高 好 妳 妳知道我臉書有多少人追蹤到 知道 破百萬 而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都是女性 所以 所以 他們是粉絲 又沒有真正跟你約會過 好 就算他們真的跟你約會了一次 我猜他們也會馬上放棄你 然後退追蹤 我對約會對象是很挑的 而且 因為我這麼忙 哪有時間談戀愛 曹凱思 我好心奉勸你一句 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到 世紀節的話 你需要一個好的軍師 什麼軍師 樹葉有專攻 有人擅長整形 有人擅長戀愛 快 你們 不要 迷晃 你聽我的 不管你有什麼方式 哪怕是用拐的 你都要把曉元拐去 參加她媽媽的慶生會 我在想 曉元 她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沒有告訴我 管她什麼苦衷 那可是她親媽 她媽辛辛苦苦懷胎 十個月才生下她的 她媽媽的生日 她怎麼可以不去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跟寬亮在夢期 勸她勸超久 勸到她臉都臭了 她還是不可能答應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才來問妳 這可是妳大好機會 妳想想 妳如果帶小元去的話 她媽媽看到一定非常地開心 對妳第一次的印象 一定特別地好 以後就不會 反對妳們在一起了 哈囉 現在是說這個時候嗎 我可是很嚴肅地告訴妳 自從妳跟小元認識之後 妳除了吃醋 冷戰 鬧失蹤 搞自閉 還變裝想要試探她 妳有沒有為她做出什麼 正面影響的事情 好像真的沒有 是吧 做人不可以這樣的 這好的影響大家是互相的 所以這次呢 是妳表現最好的機會 可是小元她這麼大一隻 我是要怎麼把她綁過去 真受不了 這是比喻好嗎 意思就是說 讓妳想辦法把她騙去 把她騙去 萬一小元她當場發現我騙她 就落跑 那小元力氣又不由大 我也攔不住她 我看妳是沉浸在戀愛裡 太久了是吧 一點鬥志都沒有 妳誰啊 李方可 妳可是小元的軟肋 這軟得不行就來硬的 總之 妳要不擇手段 把她帶去參加她媽媽的生日會 跟她說聲生日快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相拜 先蓋頭 先蓋頭 我曾經在心裡 無數次地排驗著我們的婚禮 也無數次排練著婚禮的告白 直到現在 妳出現在我面前 我才知道 再浪漫的遲早 也沒有辦法堆積出 我想說的話 雖然我不是什麼 高大帥氣的王子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一定會是那個 最忠誠的騎士 太好了 你愛的 我心中 你不會是那個 我心中 你還未來的 你會是那個 我認識自己的 不應該是這個 是那一句嗎 我認識自己的 有一句話 我認識自己的 我認識自己的 你回覆自己的 我認識自己的 活動 有什麼 有什麼 我認識自己的 我認識自己的 這句話 是這樣的 我認識自己的 你出現在我面前 我才知道 再浪漫的遲早 也沒有辦法堆積出我想說的話 雖然我不是什麼高大帥氣的王子 但是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一定會是那個最忠誠的騎士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妳幹的 不是 不是妳是誰 誰想害我 不是我 不是我 要用年少 我看妳是不是要挽回好了 挽回在這邊做噩夢 不是 我夢到跟韓琳結婚了 那就是美夢嘛 可以被當刺激舞嗎 不是 是噩夢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沒有跟任何人說 小哥媽一直不肯原諒我 原因是因為她家傳的玉琢被摔斷 阿姨 阿姨 這不是我 不是你 你們真的很有事 這種事情可以耿耿於壞十幾年 你之前沒有看到 媽咪對我的態度嗎 她一直都很介意 妳是黃七歲 小哥媽是送八歲 妳就跟小哥媽講說 不是妳摔斷運走就好了 而且事實上也不是妳摔斷的不是 她會相信嗎 幹嘛不信 她只有看著妳拿著摔斷的玉琢 又不會看到是妳摔斷 她不會相信的 我跟她講她主意更生氣 她說我那推卸責任 然後沒有擔當 那對 妳平常習慣推卸責任 而且沒有擔當是妳的人色表現 難怪小哥媽會這樣講 我沒有叫妳想到那邊去 我只是請妳來幫我想辦法 好 先不要生氣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出摔斷運走的人 這樣就可以洗清妳的冤屈 妳有懷疑是誰嗎 結果韓森 那妳跟小哥媽講 可是我沒有證據指證韓森 如果韓森硬說不是她的話 小哥媽也不會相信的 沒有證據 不 那就難辦了 小哥媽不是要回來了嗎 我們可以辦一個歡迎會 然後我來寫一個短劇 把妳的冤屈把它演出來 這樣才有好 當然也有好 我跟你講 現代人 妳跟他講實話 他不一定會相信 但是透過戲劇演出 可能會信得有名 這就叫做 講作真實真意假 無謂又醋又恍惡 妳說得滿對的 不過要找誰來演 老公 所以妳說 要用那種演出的戲劇方式 來還原當初的現況 替總監就是洗刷冤屈 沒錯 透過戲劇可以還原真相 也可以讓小乾媽透過戲劇去治療 讓她對現實有權限認知 所以找妳們演出戲 妳們該不會反對吧 這想法是不錯 可是妳要我跟雅汁演摩子 我覺得這樣很好 那媽媽做過兒子戲 應該的是 妳要求又婷去演韓森 她大蠟蠟的 又黑布隆東 跟韓森這種 龜毛強迫症的小白臉 比起來差很遠 人生又不符 你看 這張臉 滿臉很肉 羞神惡煞 而且特別的黑 一看就是反派角色 我還演反派 我抗議 抗議無鄉 這部戲韓森哥呢 是在當嫁話的反派角色 所以我要找一個 一看就是反派臉的人 來演對不對 如果找Jeky或是寬亮的話 這樣黑的黃太像壞人了 所以媳婦 妳就委屈一下 演一下這個反派角色 郭忠心 妳看 邱婷跟黃總今天兩個人配 妳不覺得很像 兩個壞人在對戲嗎 這樣我比較好嗎 哪裡像壞人 妳以為我是變態小黃 對 你看 兩害相權取其心 在有限條件下 角色就這麼定了 好 那我願意幫忙 鳳姐 我一定會很認真演戲的 幫妳洗刷妳的冤屈 加油 邱婷 對 韓森哥 加油 我不要演反派 好了 就看在之前總監 幫過我這麼多忙 那我就是只好答應她 幫忙她 好不好 為了我的終身幸福 一切就拜託大家了 韓森哥怎麼 姐 這樣穿還可以嗎 可以 像個乖孩子 什麼就像個乖孩子 我本來就是個乖孩子好嗎 我為人這麼有禮貌 小緣姐姐都稱讚我很懂事 拜託 人家是禮貌性的稱讚妳 妳還當真 我看妳也不是乖孩子 妳像個傻孩子 姐 我是妳妹 好好說話 我在教妳怎麼跟婆家的人相處 就跟他們婆家的人打好關係 這可是嫁做人父最重要的課程 等一下 婆家人 你想太多了 都要見家長了 我能不急嗎 總之 這些東西要帶走 這些都要帶 那當然 這是什麼東西 我的天 現在都什麼年代了 還送這麼寬的金項鍊 這太土了 我不要帶 你懂什麼 什麼土 這叫實際 這都是錢 別忘了 我有三個前任婆婆的經驗 在他們嘴上 雖然說會嫌棄 可是心裡開心的 我是有豐富的實戰經驗 再豐富的實戰經驗 為什麼到最後都會離婚呢 李芳可 為什麼 你的皮在養的是 為什麼 還會為什麼 Michael 妳是不是做了什麼 臭生子的方姐生氣 妳說 沒有 我跟妳講 剛剛我姐在傳授給我 她豐富的人生經驗 人生經驗 我也想學 我的人生經驗 只對Michael有用 好 你來得正好 陪她送禮去 禮物 這麼多 要送給誰 你問那麼多幹嘛 陪她去就對了 好 妳想去哪兒我都陪妳去 來 走吧 那方姐我們走 走 拜拜 拜拜 就是這裡了 你等我一下 好 喂 欣欣姐 我是Michael 我們到了 好 知道了 你等我一下 你 許勝元 都到這裡了 還夠鬧彆扭 你幹嘛不事先跟我商量 就把我帶來這 你說 如果我事先跟你商量 你會答應嗎 當然不會 我那天不是說了嗎 我不會自己來找我媽的 你要進去 你可以自己先進去 許勝元 你要是趕走 你半年別見我 你幹嘛這樣了 Michael 走了 我那天不是說了嗎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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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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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不是說了嗎 我不會自己來找我媽的 你要進去 你可以自己先進去 欸 許正元 你要是趕走 你半年別見我 該我這樣了啦 Michael 走了 走了啦 來 來 好 媽 小元就要來 妳幹嘛一直看照片啊 不要緊張 放輕鬆 好 我現在看起來怎麼樣 很健康 完全不像生病的人 小玥來了 我去開門 好 姐 這些是要準備給伯母的生日禮物 這麼多 放著吧 既然妳又送到了 我回去吧 妳要回去哪裡 她親身受心都沒有看到妳家落跑 妳要這麼說來吧 好 你們再等一下 媽應該快出來了 好 伯母 媽 媽 小玥 媽媽已經很久很久了 沒有這樣看著 好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Divanka Michael 伯母好 妳好 非常感謝 妳陪小玥一起回來 伯母 是我 妳記得嗎 我們見過面 小玥好像比我上次看到她的時候 又瘦了一點 來 小姐 妳的咖啡 謝謝 不會 阿易 妳是想喝咖啡嗎 我們店裡的咖啡很好喝 妳要不要進去坐坐 不用了 謝謝我 所以妳那時候是來看小玥的 所以妳那時候是來看小玥的 當然是去找小玥的 不然 不是跟妳說了嗎 媽會去咖啡廳外面偷看妳 妳就不相信 這一次被妳女朋友撞見 沒撞見的不知道還有幾次 既然妳來了 怎麼不進來 因為我覺得我對不起妳 我沒有在身邊陪伴妳 讓妳像個沒有媽的孩子 一個人長大 妳一定很恨我 其實我常常想起妳 但是我覺得對不起妳 是媽媽不好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沒有 媽 媽 不 妳不要擔心 小玥她人超好的 不管我怎麼欺負她 她都不會生氣 小玥姐 又怎麼可能生氣妳好幾年 小玥她知道妳是有原因的 她不會怪妳 對嗎 小玥 都過這麼久了 妳就不用再提了 我 伯母 妳以後 一定要常常來夢意氣 找小玥 妳知道嗎 我特別幫小玥 研發出了一種咖啡口味 叫做原來就是妳 妳有空一定要來喝喝看 好 我一定去 我也希望妳和小玥 能夠常常到家裡來陪我 妳放心 一定會的 伯母妳有用來嗎 我們可以加一下好友 這樣以後就可以常常聯絡 很方便 好 妳幫我 好 好了 我可以吃了嗎 好 好了 那我們以後要常常聯絡 好 坐 好 好 行 去泡個茶吧 我 曬個衣服在那邊傻笑什麼 幹嘛撿到錢 可能是我忘記的 妳剪刀記得還給我 妳很不懂浪漫 我笑的是因為 我覺得我現在很幸福 就曬個衣服有什麼好幸福的 妳不懂 妳不覺得我現在這樣子很像 嫌妻良母嗎 我正在幫我心愛的男人曬衣服 曬個衣服就嫌妻良母 如果我記得妳的生理期 我不就是心好難了 妳真的奇怪 這個妳也要記得 妳才會記得 秋婷 妳還有很多事情我都記得 妳說說看 妳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在龍泉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有出去放房子 這當兵多久的事情 這個妳也要記 傻眼 這家是妳竟然忘記 有 但記得跟你開玩笑的 想到出不知道誰在那邊溜滑板 明明就用腳溜 妳在那邊用手溜很像長壁 秋婷 好 我就知道妳不可能忘記 我真的好懷念喔 我好開心 懷念喔 懷念就是時光家 妳是獨啦A夢嗎 是 我就是妳的獨啦A夢 好不好 永遠當妳的獨啦A夢好不好 安 安 安 很愛妳 最愛妳啊 好啦好啦 曬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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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拿一拿 一起來拿一拿 秋婷 你風箏不能飛太遠 這樣我找不到你 秋婷 妳不要過來 等一下纏在一起又怎麼辦 我怎麼覺得妳在嫌棄我 不是啊 等一下那個風箏纏在一起 讓它掉下來 好啦好啦 那我飛遠一點嘛 那妳要找我 妳放心 不管妳飛下去 我還是一樣找到妳 秋婷 我跟妳說 我愛妳 我愛妳 我們這樣會不會太噁心 我知道很噁心啊 但我們今天不就是要耍浪漫嗎 啥子 幹嘛 我愛妳 曬耀婷 我也愛妳 我只是演員之一 我不需要滿足妳家人朋友的期待 把風箏再刪除 讚也不要跟她們聯絡 不然我會生氣 不好意思 抱歉我遲到了 我沒有感覺 來 開胃吧 我相信呢 你可以改變她更多 曹凱思改變 又不是為了我 又不是為了我 好悲 小聲終於殺了玉琢 是韓珊打破的玉琢 我 總有妳的啰嗦 在做選擇的時候 總有妳的幽默 在我無聊的時候 眼神裡的配合 多餘的話不多說 我知道 妳懂我 總有妳的啤酒 在我沈默的時候 總有妳的支撐 在想放棄的時候 陪著我成英雄 做我身後的披風 讓我能 飛翔在天空 在我的身後 有一個披風 守護著我的喜怒和愛樂 分享我的夢 反彈我的痛 提醒著我 不在疲憊中凋落 在我的身後 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我肩膀上的披風 了解我所有 從不曾退後 在天空中 一起盼行行山莊 飄動的披風 山莊 山莊 一個人 一千里 來人 謝謝 我們 在台灣